现在有人呼吁接受全民调 那么就尹乃金也特别说了 为何国民党要一起陪葬呢 话说的很重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太正元就表示了 这个马前总统抛出全民调 是国民党最后一次救赎的机会 但现在宁愿给赖清德当总统吗 把立委都陪葬吗 马英九还有韩国瑜主张全民调 金普聪却不接马英九电话 他就说你最好称称自己有几两种 现在开始呢 话都开始讲得比较重一点了 那这样下来呢 就是尹乃金了 尹乃金说政治人物 身陷这个局里面 并不是看不清楚这个局势 就是自私哦 他用自私两个字 还有也要像个汉子 出来接受全民调挑战 否则为什么大家要跟着一起倒下呢 没有道理嘛 金普聪说要躺 挺着胸膛倒下 倒下就倒下 没有什么挺着胸膛的啦 他说只要你倒下了 你有没有挺胸 没有人在乎了啦 所以其实呢 大家已经有一个情绪在 大家可能已经有点 看不下去了 等不下去了 那现在台大的教授呢 这个愿举正就说 现在不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还有民进党的选举 现在不是哦 是什么 是战争跟和平的差别 政党要有起码的理想 台独就是民族主义 国民党是什么主义呢 人家至少还有一个民族的主义台独 那国民党的主义是什么 该不会是只有选票上的算计吧 他说金普聪跑去哪里了 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很会有很多意见建议吗 搞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想把大家推入火坑呢 那这郭正亮呢就说了 蓝白和他已经讲白了 如果不和到最后 两个人的胜选关键都是相互气爆 这样能够不吵架 他不相信哦 他说这样子呢 会不会导致双方其实呢 都有怨气 真个你死我活 他说他怕就是有这样的结果 那接下来这个时间 我们持续要来视讯议员哦 维员哥一样在线上 我们就要来问问看的是 刚才英乃金就说了 凭什么大家要陪你来陪葬 凭什么什么叫做挺着胸膛倒下 你倒下就倒下了 没有什么挺着胸膛哦 他甚至还说这些人很自私 是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算计吗 爱之深则之切 我们想问问您怎么看 我部分赞同这个乃金姐的说法 我觉得当然是自私 这个我刚刚之前有讲过 绝对是自私啊 如果不是自私的话 不会到现在还搞到现在 蓝百合不会合哦 那可是本来就是自私啊 就是说如果今天不是自私的话 那干嘛搞全民调 干嘛去搞一个比赛的制度 你真的有这么崇高的情节的话 大家彼此推动就好了 做起来好好谈 或者是我退选你退选 不是这样子吗 大家回到一个 回到一个 最基本生活逻辑哦 如果你真的是要面对一个 外在强大的敌人 或者是你真的团体内你要团结 然后避免分裂 不管是生活 我不要说生活中 我们讲电影演的 电影演的就是这样告诉你说 哦我这个人头 然后我成就你 我支持你就出去 你就出去打吧 你就出去战争吧 你还是这个我们团队最有机会胜的 我愿意退让 电影是这么高尚情操 这大家理想中的故事情节 那回到我们一般的现实的生活的时候 真的面对一个团体内部的一个矛盾的时候 即便外面有外在敌人的时候 那大家基本上还是会真的你死我活 那当然客观来说就是你团体内你死我活的话 最后就是分裂瓦解 然后最后失掉 那我也必须讲蓝白现在有点类似现在的状况 但是有个核心的关键来至于说 蓝跟白原本不是一个团体里面 他是一个第二名跟第三名的团体这样子 那现在讨论要不要合作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现在合作就是 我觉得一直都是善意堆叠不够 那当然你说最后会不会有所谓的气宝 我也很诚实的讲 就我目前的判断蓝白不合 基本上选举就是让民进党赢 好这个结果我认为是客观的 会不会有气宝 我觉得很难 来自于说现在气宝的前提来自于就是说 有一方民调特别高 一方民调特别低 那举例来说我觉得后一的民调 你说他会低到变个位数或实际开头 我觉得很难 基本上不太会 同样的柯文哲会不会 柯文哲以目前的声量而言 好像也不太会 所以彼此的麻花上的交渣 各自的支持者都觉得我的支持的后选人 不是最弱的时候而是第二名的时候 都有机会变第二名的时候 当然就不会有气宝的问题 那不会有气宝 那最后的确是保送给民进党 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一个困境 就是说我也不会演的 现在有蛮多蓝银的支持者 面对这个局 因为拖太久了 大家有点心灰意等了 那心灰意等到最后也觉得说 过去这个蓝白之间彼此对立 彼此没善意 而且彼此严予伤害 有一点点心寒的 所以那就好好的支持自己的后选人吧 那最后 最后会不会赢进党 大家可能心中已经有个底了 不会赢了 那所以你说现在这个局要怎么解呢 目前正在正在有新的进度 就真的愿意做下协商 那我觉得大家不用把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战政与和平 那么崇高的理想 的确我们担心这个事情 但是担心这个事情 大家还是有私利 所以导致到彼此之间 没办法好好的做下来合作 那所以今天蓝白和或不和 我认为现在都有元气 即便现在蓝白真的在这个时候和了 你说彼此支持者会不会 好好的去支持这个候选人 这些候选人以现状而言 我觉得不会 没有没有这么理想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这事情 我觉得我觉得这过程当中 双方主帅都有 都有或是双方的发言人 都有一些伤害对方政党的言论 那这言论是伤害的造成的 那反而蓝白和之后 和与不合都一样 就是说你要花很多时间 去弥平这个伤痕 那为什么会有这伤痕 就来自于说 本来蓝白就不是一个群体吗 好那今天为了这个胜选 彼此联合的组织在一起 那真的得到胜选之后 胜选之后 那对国民党或对民众党 真的是好事情 老实讲我是那些想法是说 对国民党来说 他真的是一个绝对好的事情吗 这也是很多蓝营支持的忧心的嘛 就是说胜选之后 那假设啦我认为胜选的几乎很低啦 那在设政胜选之后 那 民众党跟国民党如果分到仰选怎么办 或者是在联合政府的过程当中 彼此有一些政策矛盾怎么办 那我觉得这是后话 但这也是目前很多一部分支持者 他们心中担心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有这担心 核心还是来自于很多人对柯文哲 来自他的不信任 那柯文哲为什么会造成 呃 蓝营支持者部分支持者的不信任 那这个部分 是需要去讨论跟解决的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的不信任 造成现在蓝白河的不管侯克侯佩 他的支持度 其实也没办法完全的展现出来嘛 那所以现在看得出来最后的关键 那呃 如果能谈得成 我觉得要米皮商和 那谈不成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 怪到底是谁 不让这个局促成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是国民党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民众党一直提全民调 很坚持 才没退党过 那国民党这边提了一堆 一堆大 被大 有些特地媒体人去取笑 说你们提那么多奇怪的方式 我觉得 也不是 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努力的 在帮柯文哲提个另外的对案 让他可以接受 那他都不接受 他只接受他们一开始全民调 那当然对国民党来说 我们会觉得不太公平啊 那如果接下去谈只剩几天了 好好谈吧 谈完之后你们有结果没结果 其实赶快告诉我们最后要合不合啊 那我们就有各自方式 不合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合的话好好敏张狠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